Hella cell可以说是人类在实验室里面培养的这个人体的细胞里面最有名的 那它是个癌细胞,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一位女性 那其实她得了子宫颈癌在1951年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那她的名字是Hariata Lux 那我们就把她的名字前面的这个H1 然后呢还有她的后面也就是她的名跟她的姓的这个跟LA 然后就把它拼成一个字,所以她才会写成一个大写一个小写一个大写一个小写 因为前面的H1是来自于Hariata 然后后面的LA是来自于这个Lux 这个就是她的名字,把它拼在一起来的 那我们刚刚说了她在1951年的时候已经得子宫颈癌过世了 那那个时候医生在这个检查切片研究的时候 就把她这个癌细胞保存下来 结果没想到就得到了这个最厉害的细胞株 她的分裂速度非常的快,而且这个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很多很多的实验 那当然后续的话就有一些到这个道德法律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些讨论 那那个就我们就暂时不去谈它了 好,那总之她是现在实验室里面最多最厉害 这个最有名的这个细胞株 人类的细胞株,她是一种癌细胞 那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说,看到黑啦,你好像想到这个主神黄昏 雷生索尔第三集,这个索尔的这个大解 不是的,不是的,她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癌细胞